你像我現在六個零 七個群 這都打底都是 對 人剛說完五個群 他只到底是五個群 他只到底是七個群 有沒有發現其中的奧妙 你看看 沒有錯 那我們這裡 也特別說是給到了大家一些 桃花屋的大事件 沒錯 今天的桃花屋大事件有 桃花屋刮起了一陣龍捲風 大家都說累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也採訪到了龍捲風本人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的吧 就是我覺得吧 因為就是上回 桃花屋是一張很治癒的節目 忽然就是引用了這個 貢獻值之後 就發現大家都很努力 所以上一期的 我還是在觀望 確實有的時候能當前華 我想說那這一次 我就是帶給大家一個 全新的不同的 王蘇龍 就請問一下龍捲風本人 就你幹的那些活 哪一個正強了 你問了一個 咱們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的努力 不只是為了自己的那一點貢獻值 繼續播報 第二件事情 由大靖來播報 傻值男組合花了三個小時 組建籃球架 我是參與者 傻值男是什麼 咱們還有個當事女也參與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兒 當事女都沒被算進去 甚至都沒有把我算進去 哥 我這才叫白幹呢 你這真白幹 人還不念你好 對 不光你他 沒有一個人念王好 我們也採訪到了王河莉 說王河莉你感謝學琴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接下來 孟子毅通過宣誓進入菜地組 這件事情誰能管管 就是說進入菜地組 憑什麼要宣誓 菜地組以為是誰 菜地組可以這麼說 也是響當當的一個組合 想必你這麼說 你也是菜地組 是 怪不得 怪不得 最喜歡的 六五零回答觀眾 提問的一個環節了 首先 就是說我們六零 我們四個人會有五個群 那麼多群 對 舊的六零 新的六零 還有原來的六零 最初六零 六零未來的發展 就是很多很多大群 有些有它有些沒它的 你像我現在六零七個群 這都打底都是 對 人剛說完五個群 他值到底是五個群 他值到底是七個群 有沒有發現其中的奧妙 你看看 有沒有發現其中的奧妙 這兩個去哪兒呢 我現在進了幾個群 你現在只進一個 進了一個總群 因為很多人都在網上投訴 為什麼你們六零 這麼大一個電臺 就是說請不來重磅嘉賓 台長這回給大家安排了一個 重磅嘉賓 讓我們掌聲歡迎 王傳中藥世國 大家好 我是王傳均 那麼傳均老師來到桃花屋之後 跟之前想的有什麼不同嗎 我之前以為也很輕鬆 現在 不 我們這裡就是 把你所有的省略號都說出來 對 行 沒事 那我們自己聊一聊 因為大家可能都會有那種 合居的感覺 就是你們有沒有遇到 就是跟室友合租的時候 對方一些比較奇怪的行為 或者你覺得他 也很不錯的一些行為 比如我來吧 我們長時間同居生活 我特別接受不了 這個誰上完廁所不沖廁所 這個一般人也是接受不了 我是特別接受不了 我一定會找到這個人 把這個人叫我 來來來來 沖了 快點來 那你又怎麼辨認呢 你怎麼確定呢 我在我們隊也是 也是比較有響蕩蕩的一個人物的 就能分辨出誰上的色鎖了 一看這個就 這坨就是誰的 小張又來了 又是你 你們這個電台是怎麼支撐到現在的 很抱歉你們大家聽到這段 以後的內容 我們會更加嚴格地審核一下 其實我想 這個採訪 傳軍歌 你看陳軍歌笑的 多開心 多開心 這個桃花屋裡面 你最討厭誰 說出原因 噓到了 真說吧 哥 沒事 就你老說那個 沒事 就他 咱都煩他 誰不煩他 讓我再多活幾天 難道不行嗎 那好吧 那我就覺得把這個 這個再有點針對性 最討厭的女孩是誰 最討厭的女孩 武大靖已經出師了 學會了如何刻薄 進入了這六五年 這段整個我們收聽率整個就爆了 炸了 來 請回答 這個問題問得好 問題好 我們回頭領獎金 來 謝謝團長 那如果說有一個人 你絕對不會跟他做室友 你會選擇誰 汪蘇龍 為什麼 給出一些理由 因為剛才你看著我 我正好也看向了你 行吧 這個嘉賓 人間的緣分 咱們是不是說 趕緊也加快進步 那個現在誰還有空過來 接受個采訪 別錄了 在六五年那兒呢 其實汪林老師 是非常非常少唱綜藝 那這次為什麼會來到《桃花霧》 也是很多粉絲 想要問到老師的一個問題 我也為了見見你們大家 屋裡誰還沒睡覺 來一個 來一個 其實對傳軍老師 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有一回 大家都要演節目的時候 然後他說了不 所以傳軍老師有沒有什麼 方法或者說有沒有什麼感悟 是可以分享給那些 想說不 但是又不敢說不的人 沒有啊 好的 那麼咱們 屋裡到底誰再趕緊過來一個 這樣 這樣啊 我們給傳軍老師一個機會 就這些問題你自己選一個 你看哪個能打 你看哪個你能打 能讓我們滿意一點 不然這期踩你白踩了 第二季最不喜歡的實驗舞 其實沒法不喜歡別人 真的是不太喜歡自己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但是我們都喜歡你 真的 你覺得《桃花霧》誰最煩人 我就是覺得 就是個很挺煩人的 但是我們都喜歡你 真的 為什麼不喜歡自己 因為你總覺得自己怪怪的嘛 就我有時候 比如說那天 那天就說不想表演的時候 我可能過了幾天 我覺得 是不是那樣的表達 會有點太沖了 我不是說 我依然會表達說 我不想表演 但我是不是可以舉個例子 更 溫和一點 更溫和的 比如軟著陸一點 就那個刹車片 是不是可以再調得 稍微好一些 這麼個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都應該是 要修煉一下的吧 那你一直以來 都是這樣的一個性格 是吧 有改變的 我以前可能 就會更加地事故一點 就像你們說的 這種 特別社交的 我從小是在餐廳裡長大的 對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開飯店的 所以她就帶著我在餐廳裡面 我又特別內向其實 然後但是餐廳裡面那時候 有唱那個LD 她就會跟你說 來 唱歌給客人們聽 你小孩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給大家唱 但你還是唱了 但還是唱了 然後慢慢慢慢地 就在這樣的過程中 好像就開始會觀察 吃飯的叔叔阿姨 各種各樣關係的人 包括廚師 服務員那些人 然後就會養成一個就 察言觀色 就你會非常地在意這些事情 就我媽 我媽去世之後 就再也沒有這樣過了 小的時候好像感覺 媽媽給你安排 但是她不在之後 你覺得 好像你得自己就回來了 然後那個自己 突然之間變得非常地 憤怒 脾氣特別地大 有一點嘶啞咧嘴的 有時候 會有那個過程 龍哥 你是一個 會勇敢說不 會拒絕別人的人嗎 我自己其實不太說不 但是我是那種 就是說如果有人不去了 然後並且他真的不去 比如說傳軍老師 上回你就說 我就是不想演節目 最後你就是沒有演節目 這一刻我會覺得很治愈 其實你心裡有一種 有一種好像贏了的感覺 對 其實就是贏了 雖然我們並不是獲勝者 但我就覺得 我們是站在你這邊 然後你贏了 所以有機會 希望台長可以說不 行 那我們現在就不猜招你了 謝謝 我不 終於完事了他們 太吵了